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新闻 就是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在银河系内的快速射电爆 这个事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这期我们就来简单解读下这个新闻 首先还是先介绍下什么是快速射电爆 快速射电爆 Fast Radio Burst 简称FRB 意思就是非常快速的一股无限电脉冲 很快啊 仅仅是毫秒级 但是释放的能量有多大呢 几毫秒就可以释放出我们太阳的一整天释放的能量 快速射电爆在天文学中也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出现太随机了 没有规律可循 而且持续时间还非常短 所以人们对它的了解少之又少 就拿它的成因来说 天文学家已经提出了不下几十个理论模型 甚至还有说可能是外星文明的 早在07年的时候 天文学家曾在一份旧的观测数据中发现一个明亮的 持续时间仅5毫秒的射电波段的爆发 根据对色散亮的分析 认为这个信号是从银河系外 非常遥远的地方发出的 对此有不少天文学家表示怀疑 首先 这个爆发只出现了一次 没法去重复验证 谁知道是不是误差 还是什么干扰呢 其次 作为一个银河系外发来的射电信号 这个信号太强了 没法用已有的天文现象去解释 所以显得特别假 所以这次事件就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直到后来 尤其是2013年 又观测到了四个同类型的信号 于是人们才开始重视起来 这类信号也被正式命名为快速射电波 在众多理论模型中 人们比较倾向于磁星的解释 磁星其实就是一种 具有超强磁场的年轻的中子星 具体在之前的中子星那期里有介绍过 虽然磁星的解释大家都认可 但是一直没什么证据 这次的发现终于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4月28号 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射电望远镜 先后捕捉到了同一个快速射电报信号 根据它到达地球的日期 这次事件被命名为FRB200428 经过分析发现这次射电报指向的位置 是银河系内已知的一颗磁星 方向和距离都吻合 随后更多的射电望远镜表示也收到了该信号 作为当今最大单口径 灵敏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 我国的天眼FAST 本来也对这颗磁星进行了监测 不过在这次射电报出现时 FAST碰巧正在监测其他目标 从而错失了这次观测机会 不过在两天后 FAST又对磁星进行了一小时的观测 这次探测到了来自磁星的一个微弱的脉虫型号 虽然这个信号非常微弱 并不属于快速射电报 但是它与之前的射电报信号 有着相同的特征值 这意味着这个微弱脉虫和之前发现的射电报 应该是来自于同一个天体 这也证明了快速射电报的产生 确实和磁星有关 关于它的产生机制 有种说法是 磁星的表面会喷射出药斑粒子 它以极快的速度与周围的碎屑发生碰撞 形成一个高度磁化的高温大漩涡 在这个过程中 会释放出高能X射线和射电波 那是不是说快速射电报的起源都是磁星呢 这个也不一定 这次的观测结果只能说明 磁星是起源的其中一种可能 因为这次发现的信号能量 比起之前银河系外发现的要弱得多 因此天文学家们认为 这种比较弱的会重复爆发的可能起源于磁星 而对于那些只爆发一次 通常还比较亮 可能是其他极端现象导致的 比如什么中子星碰撞什么的 总之对于快速射电报 目前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探索 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观测结果 为我们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宇宙杂谈 通俗一统聊宇宙 我是林某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